欢迎收看阿平的那么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继续看 马桶人僵尸宇宙 最近我看到无双被影响人带去影响人的基地 这影响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已经变成了极端分子 把无双丢到竞技场里面 和僵尸不相残杀 这个时候那个神秘人出现了 他救下无双把无双传送到了去另一个地方 虽然无双被救了 不过他又遇上了麻烦了 因为僵尸泰坦电钻出现在他面前了 那么无双会怎样应付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看吧 OK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来看第六集的合集先 因为有新的片段 之后才来看第十九集到二十一集吧 OK那么我飞话不多说 我们来一起看吧 Let's go 泰坦电钻人 哦这一集就是泰坦电钻人刚出现那一集啦 这应该是就交代他 之后怎样变僵尸那一集吧 他手干僵尸手伸出这个 爪啊 应该不会是变僵尸的病毒啊 会传染病了一个爪 这个叛徒 也没有错啊 泰坦电钻会变成僵尸就是因为这个爪啦 可能也是某种USB的病毒啦 毕竟泰坦电钻也是机器啦 所以就透过这个上传的一些病毒给他啦 应该吧 然后这个叛徒电视呢在这里 应该是他命令这个僵尸的去感染那个泰坦电钻吧 OK那么下一个新片段呢就是第18集的结尾啦 这个UFO的来了 OK接下来会怎样呢 哦 诶倒回去 上次开战这里 哦 诶挺右软哦 他可以操控 操控这里僵尸耶 远距离操控 哦 什么东西 大米科技 诶这个 这个难影响 僵尸难影响 他 他受众伤现在得到新武器耶 我这 哦 哦 哦 MG 可以更强哦 OK这个僵尸影响呢就得到了这个新武器 是的确的确是很帅 然后最后还是你收到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啊 该不会是 要去杀掉无双吧 呃 有可能哦 毕竟他们对战了蛮多次的 OK 现在我们就来看第19集 啊这个UFO出来帮忙的咯 看他会怎样 变身吧 我觉得他等一下 肯定会 又打到那个 无双他给那个X8的200武器吗 啊对啦 肯定会变身 哪一个 哦 哦不对 没有变身 哦 如果 如果僵尸得到他这个武器的话 变 会不会变身的耶 如果会的话 哦 应该应该很特别哦 喂无双 对 哦无双是在他身上的装备那个新的机甲啊 然后他 性能应该变得更强了 哦呦 什么事 哦 OKOK UFO 二打一 诶 我后面看看好像有看到有 有有有谁吗 是那个叛徒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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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 炸弹 哦 这一幕 酷哦 闪过 爆炸 还要打马赛克 指中指打马赛克 诶 哦 我看到了 看看有个彩蛋 哦 等 我等等还说 等等还说 看看谁 丢过去 变身 果然 每个马桶轮都会变身 变身一轮的 诶 这一次都不一样点哦 他不是拳头啊 变爪了诶 哦 还有还有 慢慢捶 哦 这个雷射可以呦 哦 叛徒跟 跟那个马桶他们一起诶 诶 先撤离 该不会是那个 叛徒电视的 死灰吧 好朋友 怎么摸我头啊 泰坦 什么意思 泰坦要来帮忙了吗 不知道这个叛徒要做什么 哦 我应该是要留到下一集才知道吧 OK 刚刚这一幕呢 刚刚我也提到 没有错啊各位 也看到了吧 他在打开那个传送诶 就是那个新的神秘人啊 然后在更早之前呢 现在我也注意到 这个神秘人 你早就在这里了咧 是他吗 应该是他吧 手上有一把武器 应该是他吧 也就是说他后来这里 应该是开传送 然后走掉了 我不清楚啦 要看之后呢 会怎样发展吧 哦刚刚我想起了 泰坦呢是被抓了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知道 泰坦在哪里应该是要去拯救他吧 只不过为什么 这个叛徒要拿枪指着这个无双呢 呃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集吧 OK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为什么拿枪指着无双啊 哦 哦哦 只是给他枪而已啦 呃 我想太多了 啊 OK 这个 哎呀 哎呀 哦我觉得这个电视呢 他应该要主要是拿到他这个核心 这个 这个武器哦 应该是吧 诶 天撞人 嗯 是僵尸吗 哦 我消息了 诶等等 怎么回事 蛤 哦 变僵尸了 诶 诶 他样子 很像SCP诶 阿哥 忘记就莫名了 就是不可以看他阿哥 哦 这什么能力啊 啊 我是在看众势违章 哦 哦好酷哦 哦 哦 他吃蜘蛛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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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是幻觉吧 诶 是 我覺得是幻觉吧 哦 是无双的样子诶 再 诶 等一下 不对 他不在开枪 他会不会打到自己人啊 哦 哦 呃 欸不對 全部都中幻術了 好噁心啊 紫蘇 喔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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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 What 那個是最強的宇宙啊 宇宙 宇宙C了 馬桶人 你不認識我 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助 這太坦石中人 我現在是神秘人呢 去找那個太坦石中人幫忙啊 有太坦石中人幫忙是很讚啊 只不過萬一太坦石中人變殭屍了 就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欸不過老實說呢 他這個幻覺的恐怖場景呢 是做到很讚喔 我超喜歡這種感覺的 然後沒有想到主宇宙的新敵人啊 竟然這樣快就出現了 不知道在殭屍宇宙的實力強不強啊 我們就呃 繼續看吧繼續看 喔 還沒死 哇 他們強了嗎 也有噴出這個幻術 喔 欸不可小看喔 那個那個電鑽 殭屍電鑽 他應該是很強等級的一個殭屍吧 欸 正常的太坦音響 變討觀眾 變討朋友 喔喔 變討大隻 欸 我想起了 這個電鑽殭屍 他是不是那個Surrender啊 Surrenderman啊 有點像喔 喔 困著他 欸等一下 他樣子受傷 喔 博士 哇 他就沒有出現了 他又要變殭屍了 SOS 還沒 還逃走了 他還沒死欸 那蜘蛛 喔 喔 等等喔 我覺得 不對喔 他會逃走 欸 欸 果然 他是叛徒啊 我可以信他啊 讚喔 馬桶人 牙子彈掉了 掉掉掉了一兩顆啊 喔 巨慢 Let's go 啊 豬腳來了 哈哈 欸 怎麼回事 欸 怎麼被殺 殭屍科學家 欸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喔 一起 哈 這想起來 一起都是卡 搞得鬼 欸 他感覺上很弱欸 你們覺得不覺得啊 喔 問他 海坦 地點 他變殭屍啊 他變殭屍啊 所以呢 要先解決他 喔 他好像是開啟大傳送嗎 應該是 這把無雙他們呢 傳送到 被抓的 泰坦的 附近吧 應該是吧 還有呢 剛剛有發現到 殭屍電鑽呢 最後呢 這個博士呢 他被什麼傳送了啦 這個 呃 蠻好奇的 可能是有新的敵人吧 OK 那我們就先看到這裡先吧 那麼你們覺得 泰坦石中龍會來幫忙嗎 然後泰坦石中龍會不會變成殭屍 然後呢 我有什麼說錯 或者娛樂的話 欸 留言區 再一次開我是我吧 那麼我們就 掰掰